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坚守自己的艺术信仰 对年轻一代的成长直言不讳 语重心长 好像现在这么多年有一个词叫小鲜肉 我觉得这是一个侮辱性的语言 起码就是说你根本不具备演员的基本条件 你得充实自己的生活积累 你得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要不然什么也谈不上 2019年蓝天野92岁 此间他排戏演戏 出席各种社会活动 忙碌非常 丝毫没有一样天年的迹象 翻开他近年履历 84岁参与创台贾紫园 87岁指导吴王金歌月王剑 88岁指导贵妇还乡 同年出演东之旅 年纪越大 越是一刻不得闲 不断刷新着北京人艺 年纪最大 话剧演员导演的记录 拿北京人艺来讲 跟我这个年龄段 大概健在的 还有四五位 还能够搞戏的 只有我一个了 2011年 84岁的蓝天野 在北京人艺的力腰下 回到了阔别近20年的舞台 重新排练经典剧《牧家》 他自愿出演大反派冯乐山 这在蓝天野70多年的 从艺生涯中绝无仅有 很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我倒是觉得 这个孩子不要糟蹋 我说你比如说 咱们换一个思路 你让我演《冯乐山》 我这好像在舞台上 基本上没有演过反面人物 他这个呢有一个什么呢 他有一个新鲜的 创造的新鲜感 他能激发你很多 新的创造欲望 88岁时 蓝天野知道瑞士剧作家 迪伦马特的代表作 贵妇还乡 他扔掉拐杖 倒地为演员示范动作 成为一段坊间佳话 有人认为 这是北京人艺一贯坚持的 戏笔天大理念 最生动的写照 这里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被誉为中国话剧表演的最高殿堂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话剧人才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蓝天野作为北京人艺第一批演员 在这里工作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 参演话剧七十余部 指导十余部 这样的数字 让很多后辈望尘莫及 也体现出他独有的坚持 就是搞艺术创造 不要将就 要讲究 《茶馆》是中国现实主义话剧的巅峰之作 蓝天野所饰演的新兴民族资本家 秦仲毅深入人心 资本家怎么演 蓝天野没有生活 他专门找了一位经历相仿的人士 长时间地观察揣摩 这才塑造出舞台上有鞋有肉 真实可信的秦二爷 我就是通过他身边的这些人 来说他 那说得反而更深入 你要让他自己说呢 他可能会说到很枯燥 反正通过我的印象呢 就是我们这个出去体验生活 我花的这个时间 比后来在排演场拍戏的时间还要多 在这部1990年风靡全国的电视剧《风神榜》中 蓝天野扮演先锋道骨的江子鸭 成就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显为人知的是 蓝天野初进剧组时 也曾一度失去信心 我一进的视剧组 我一看见服装 我简直我觉得 简直是一片的那种什么塑料的 什么那种滑滑绿绿的那种 我觉得完了 但是好在就是我那一套服装 还算没什么太大的离格 再加上我给他们提这些意见 他们做了一些修改 蓝天野笑称 自己是一时大意才接演了《风神榜》 拍摄中 从演出到剧舞 蓝天野都提供了不少帮助 还有在现场修改剧本的经历 很重的一场戏 就是《文王王写》 这个就是我自己重新写的 他原来就是 这文王一来了 这个江子牙就在那 铺倒在地 就是哎呀 这怎么感激涕灵的人 我说这个不对了 不是说哎呦 你找我来 你对我怎么好 哎呦 感激 不是这完全是两回事 渭水河畔等候已久 咸侯终于来了 我就改了一句词 江上在此等候多时了 我等着你来找我 就是中国古代神话故事 它有很多讲究的 蓝天野认为 要做一个好演员 就一定要充实生活积累 和提升文化素养 对于近年流行的 小鲜肉的说法 他也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和主张 好像现在这么多年 有一个词 叫小鲜肉 我觉得这是一个 侮辱性的语言 起码就是说 你根本不具备 演员的基本条件 我们有些媒体 也把它当成一个 至少是一个时髦的语言 我觉得这个是悲剧性的现状 如果你想当一个好演员 你得充实自己的生活积累 你得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要不然什么也谈不上 莫到桑于晚 围霞上满天 晚年的蓝天野 最新于笔墨丹青 更寄情于为之心情耕耘 一生的戏剧舞台 九旬尚不放任时光虚度 只能说 这是发端于骨子里的热爱 未来我再干两年 有可能也就是再搞两个戏吧 演员这个专业 就是我是创造者 我又是以自身工具 但是我还以我自身呈现出成品来给观众 既然还能干嘛 那就继续做下去吧 我自己有一个理念 就是演戏呢 当然你首先要演得好 但是一个好戏必须能够达到一点 就是说观众看完了戏 一定要引起它的 感受 引起它的思考 这样才能算是一个好的戏 那么在й的目的上 就像我一样的戏 你再来是你 我先挤一个照片 掌握你 你再来就可以帮助你 帮助你